有许多长者都饱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三高文明病所苦 为了帮助他们来维护自身的健康 这次课程也以简单易懂的内容来向长者说明 怕能对他们健康有所帮助 这些文明病,这些比方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这些的用药、用药时机 或者是用药应该注意的事项 或者是饮食习惯或者是运动等等 这些通通要知道 我们就用很表浅的台语来跟各位长辈来讲这些 它是怎么发生的 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吃药 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饮食来配合 或者是运动等等 才会能够来改善这些 透过课程的讲解 也让长辈们了解到正确的医疗知识 与该养成正常的作息与饮食习惯 让他们对于自身的健康维护能更加有帮助 我们就要自己要择 再说我们有什么毛病要去看医生 对吧 有什么问题都要去看医生 我都在车站起来就 不去运动的时候我就先吃 给他就要了 我吃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既然说如果有糖分的人 大行都吃较少 看到长者们从课程中认识更多医疗相关知识 来使自身的健康得以维护 县员吴瑞芳也感谢富州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与成员们的用心 我们的富州社区把健康讲座 让他们现在更加的了解 生活作息该怎么样来做 还有吃药要怎么的要适量 这是非常好 很感谢我们社区理事长做健康讲座 议长何胜峰肯定富州社区发展协会 照顾长者们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课程 使长者们能够更了解身体保健的药领 来使自身更加健康 记者卢与凯竹山采访报导